他這10抽必出一個紫色的 我好像只能等保底欸 欸!有了嗎? 亮晶晶的! 好啦!今天要來玩這個 巔峰極速 那這款呢是一個3A級擬真競速賽車遊戲 那他是跟製作真實競速遊戲類的這個 全球Codemaster深度合作 那遊戲採Unreal 4引擎和Codemaster專用的EGO物理引擎 那可以讓大家玩遊戲的時候呢 聽覺、視覺、還有觸覺 這個全方位的感官都非常的刺激好不好 那基本上這個遊戲是媲美主機大作的沉浸式競速遊戲 那目前呢遊戲已經開放下載 然後現在登錄兩天就會送藍寶堅尼 那第七天的話呢就會送法拉利 在限時買不了我們來這個遊戲裡面啊 那車輛這裡面呢有各大品牌的汽車啊 那裡面很多細節 那40多家知名車廠正版授權的集結、法拉利、藍寶堅尼、還有保時捷等上百輛跑車 他們不是腳踏車嗎 然後他們這個都是實車掃描的 實車、雷射、掃描、掃描、3D建模 現實的車長什麼樣子它裡面就長什麼樣子 那你們可以進行到裡面改裝啊、個人化啊 看你想把車改成什麼樣子啊 裡面的細節都可以改到 然後現在還有官方推出的賞金企劃 這裡呢活動簡介啊 可以在YT啊、抖音、IG、Facebook上面 投稿我們的巔峰極速遊玩影片 那累積的觀看量呢有達到1000以上 就會視為有效參與者 總累積觀看量的前10名可以發放這個激勵獎金 它下面會有一些獎金啊、規則啊 你們可以到這裡觀看 然後先來賽道體驗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亞洲 先跑這個看看 那它完美還原這個 全球頂尖賽道 芝加哥、舊金山、阿布達比、巴塞隆納等 那我們現在跑一下亞洲的萬岸地圖 然後這裡面呢你可以調各種視角 然後它 這裡面做的蠻好的是 它的後照鏡你可以看得到後面 正常來說賽車遊戲不太會管你後面 看不看得到啊 你可以轉視角然後看後照鏡看一下後面 然後看大家比較喜歡哪種視角 我的話呢 比較喜歡這樣子 完蛋了 各種狂撞 看不到前面那台車尾燈餒 等一下車失控了 車失控了 車失控了 我是一直亂按甩尾啊 全程耗時兩分鐘 好啦先來抽一下86好了 巔峰車斬 先抽看看抽不抽得到86 62抽必出傳說車輛 抽看看 嗯 沒有好料 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 它這10抽必出一個紫色的 我好像只能等保底耶 有了嗎 亮晶晶的 蛋倒會不會是86 Toyota 該不會是你吧 就是你啊86 它寫85捏 我是87 先來跑幾場排位賽 我的隊友應該都蠻猛的吧 一馬當先 完了 好我知道怎麼甩了 它那個甩尾不能壓太大力 就小按就好 然後還要再把車頭拉回來 我掌握到訣竅啦 要再拉車頭啊 我會覺得我是遊戲天賽 還是只是我的車態喔 他們跟不上 因為這台車是大改的 跑直線的時候感覺出來 就是我的車比他們好 是在挑戰我的心跳結局 GG 跑直線的時候感覺明顯的出來我們那個 大改有差 再跑一跑嗎 有了咩86 不過還沒改 量好幾步 我還要沒壓好 然後剛剛有說到 哎呦 換右駕 它有根據 每個國家 到底是左駕還右駕 它裡面也會還原 然後你可以看到 等一下 我是視角沒調啊 你們可以看到它這個後照鏡 裡面也有細節 可以看到後面的車輛 蠻清楚的 但我現在在最後一名後面根本沒車 我想幫它跑快一點 按錯了 哎86最後 到了終點嗎 完蛋了 我先改車x3 我先改車x3 不是車的問題 一定是 升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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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房間 主隊練習賽 這麼多人可以吧 邀請 時間版出來啊 好玩耶 老哥 那肯定 藍寶尖尼 我會覺得我玩得越來越好耶 車很好 跑太快了啦 他那個甩尾 都顧不太 我覺得好像要提前 不要啦 等一下 好啦 有沒有覺得這款 巔峰級速很讚呢 那聊天室現在有定選連結 可以點進去 那點進這個官網裡面下載 我現在是用 官方的模擬器來進行遊玩的 那另外他11月9號呢 全新版本 夜城狂飆已經上線了 那有傳桌 有這個經典的傳說車A186 重出江湖 還有 全新 彎岸系列的賽道 那已經做開放了 那可以享受一下這個地圖 還有這個車 你可以去打排位賽 戰勝對手或 透過交換 然後達成 所有的 不同品牌的車標 他會送你一台HONDA的車啊 那我視訊頭上呢 也有這個專屬虛保碼 可以去做兌換 那麼呢 最後 聊天室的定選連結 由我們今天這款好玩的 好不好 今天就先介紹到這 字幕見一位 我第二次 二次 好 聽樂